欢迎收看小高巴黎奥运会 全红禅再次以教科书级别的水花消失数成功未免 以17岁131天 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全红禅去领奖的路上经过看台 意外看到哥哥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你怎么来的 我坐飞机来的 你别哭了 一会儿去找你 兄妹俩的对话呆萌可爱 哥哥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瞒着妹妹是怕给他压力 也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面对镜头全静华激动喊话妹妹 真的太棒了 回湛江做白切鸡给你吃 同时 哥哥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出的写给全红禅的一封信 感动全网视频中哥哥以十几年的粉丝身份 告诉他很多不为人知的事 图片不可能坐享其成 也要靠自己 全红禅2007年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麻张镇上的麦合村 提及全红禅的童年 家人的高频词是懂事和不敢小时候 他很喜欢娃娃机里的公仔 但家里条件不好 他从不敢问我要 全红禅妈妈愧疚地表示 这也道出了全红禅玩偶背后的故事 他七岁时被启蒙教练发掘 正式接受跳水训练 随后逐步升入广东省队以及国家跳水队 从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 展露头角 到东京奥运会创女子十米跳台 历史最高分记录夺金 放眼体坛 他无疑是出道极巅峰的代表 我们不可能是坐享其成 也要靠自己 不能因为一些过眼云烟的东西 影响到孩子 做父母的 做哥哥的 一定要谨慎一点 我觉得他现在的训练生活 比我干农活要累十倍百倍 面对全红禅的耀眼成绩 爸爸全文貌表示 全爸爸透露 距离上一次与女儿见面 已经是两年前的事 十年间 他回家的时间很少 家里人和他的联系多数时候 是靠视频电话维持全爸爸说 在电话里 全红禅很少谈到自身压力家人们 对全红禅尽量保持不打扰的原则 怕他没空 打扰到他 就不会经常联系他 平时在网上 看他新闻的时间更多 这次出征巴黎的消息 家里长辈们也都是 通过电视或者手机资讯才得知 图片 充满爱的家庭 滋养了一颗纯粹的心 全红禅的成就 不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全家人的骄傲 一直以来 家人都在默默支持和鼓励 这次巴黎奥运会比赛期间 爷爷还激动地提醒奶奶 一定要盯着电视 不能错过孙女夺冠的瞬间 一直以来 全红禅的父母相濡以沫照顾家庭 教育子女使全红禅和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在松弛 有爱的家庭氛围中快乐成长